我們大家都覺得說 表弟碰到一個不錯的女生 常常聽到阿姨誇她 結果去年就結婚了 才結婚一年 最近看到阿姨 你知道嗎 你如果不認識那個女的話 你會以為阿姨講的是兩個人 你知道嗎 你知道老人家就是一股怨氣 當家族聚會的時候 她就開始抱怨 她說 下一個女生怎麼那麼會演 當初來我家 她說老人家 當初來我家的時候 我還沒進廚房 她就開始要搶著做 洗什麼都要搶著 現在嫁進來才一年 我每次做菜都放在桌上了 我還要進去敲門叫她吃 而且嫁來一年 每次工作一回來就進房間 她說就進房間 因為很多年輕人 她可能覺得跟老人家沒話講 鎖在房間裡面 對 然後吃飯還要敲門 還要看她有沒有空 然後每天還要問她要吃什麼 阿姨就開始一直抱怨 她說既然不做的話 為什麼婚前要做成那樣 那婚前能做 就代表你婚後也要做啊 阿姨就開始一直抱怨 然後我們就發現 天啊 同樣一個人 你婚前其實可以做 但是不要做到這麼的滿 你這樣婚後 老人家對你的印象 就不會大打折扣 這個世代沒辦法 那個年輕女孩 到男朋友或男方家 一定是躲在房間的 為什麼 沒話聊話不透极半句躲 那個有時候多聊還多出事 對 會出包的 對不對 那很難就是說因為 現在的年輕人比較養尊處優 那有時候在交往過程當中 做點事 那就是表示她的一個心意 芽芽怎麼樣這一點 芽芽真的是很厲害 芽芽到我們家煮菜啊 然後那個 來啊 挑糞啊 下田啊 撈魚啊 那我們 打獵都來 然後去我阿姨家 因為兜死部在那邊 人家都會挖鵝啊 他在旁邊 他在跳旁邊 他那還不會挖 挖那個有點技巧 但是他至少在旁邊 會跳那個棒殼舞 就娛樂他們 對 他這方面算不錯 可是為什麼我們家不會出事 那是因為我們 並沒有跟爸媽住在一起 所以偶爾回家說這些事 就可能過年 我爸媽開心 比個讚說好媳婦這樣子 天天出在一起 就不行 那個要求又多了 對 媽媽有時候也是假鬼假鬼 對 那我講那個 我那個女性友人是這樣 她那個老公 他們家是在賣饅頭的 做饅頭的人 是早上清晨 四點鐘就得要起床 揉面 揉面 那後來因為都是機器的 可是也是 就得要那麼早起床 準備這準備那的 交往期間 偶爾去他家 幫忙可以 早上四點其實很硬 尤其是冬天的時候 但是他就把那個鬧鐘 設定三點鐘 然後起床 然後就弄 好啦 那我一個月去你家一次 我早上四點 陪你在那邊弄碼頭可以 好啦 終於有一天就結婚了 他們就屬於就是要住在一起的那一種 對 問題來了 你要知道 人家這個女生白天是有工作的 白天是有工作的 所以她白天有正常的班要上 結果他們這個公婆就認為說 你以前都會來幫我們做饅頭 當然公婆不會說 每天都把她挖起來做饅頭 有時候遇到忙的時候 一個禮拜總會有兩三天 那個是屬於生意會比較好的時候 就要幫忙 有一陣子溫度不是都10度11度這樣子嗎 冷要死 那一次那個媳婦終於忍無可忍 就講話開始大聲不禮貌 你讓我多摔一回會怎樣嗎 媳婦的聲音這麼出 氣到了 因為就是人會有那個起床氣 加上寒冷的冬天 而且她想說我嫁在你們家 受夠了 真的受夠了 兩個人公公跟媳婦當著兒子的面 就在那個房間吵到不可開交 吵到吵到 然後老公也加入戰局 然後婆婆當場在公婆的面前 因為婆婆也聞風而來了 媳婦跟老公說 我跟你講 今天就搬家 不搬家的話我們就離婚 就弄這樣 對 反正當天就搞得天下大人烏煙瘴氣 不到兩個月就離婚收場 就為了一個做饅頭的事件 這個就跟老師剛剛講的一樣 你開了頭了 施葬點醒就說 如果以後做不了就不要做 對 但有一天我們當長輩的時候 我們必須要能夠理解這個事情 就是說她來她做 那是表示她的一個心意 她分的事好 但是你不要把那個當成說 她以後毫無事會做 我的教室是這樣 因為我們畢竟是晚輩 所以我們就是跟在長輩旁邊 因為我不會做 我婆婆在做 我就在旁邊陪她聊天 幫忙下手 幫忙這樣 對 你不要真的做 做以後都是你在做 而且妳場面會搶掉婆婆的 就麻煩了 而且有一次 不 我不會做不可能搶掉 因為有一次我記得是貢丸湯 那時候還沒結婚 還沒結婚前 就常常去她家吃晚飯 婆婆就做菜什麼什麼 我就陪老人家聊天 那我就說媽咪我可以做什麼呢 媽咪說 那妳幫我切貢丸好了 貢丸湯嘛 那外面賣的貢丸 不都很漂亮開花嗎 切十字 對 我不知道要切十字 我在那邊挖肉 挖成那個形狀 對 就切爛了好幾個貢丸 我又不敢跟我媽咪講 糟糕 怎麼會碎碎的 後來我媽咪來看這鍋湯的時候 就發現那貢丸都爛了 我那時候很害怕 因為我還沒過門 可是我婆婆就一直笑 她好好笑 她說只要畫兩刀十字 就開花了 可是我不知道 那芽芽去我們家 然後看到那個桌上 我過去還沒講完 對 被打斷了 所以重點是 從此之後 我婆婆就知道說 我根本不會做家事 她就不要求我 對 她饒了我 饒了我 好 妳可以講 芽芽去我們家 然後呢 我媽準備要煮粉圓 她想說 她不會煮粉圓 那總是可以幫個忙 她在幹嘛 洗粉圓 她洗一洗完都沒了 妳不知道粉圓不能洗吧 粉圓不能洗 我也洗過絞肉 我包水餃 然後我就幫我 妳不能洗 我幫我婆婆洗絞肉 結果絞肉一碰到水就散 對 會散掉 那粉圓本來 那粉圓本來就是粉圓切起來 你用水用頭在那邊洗 它就全部都散光 對啊 崔本老師 這個幫忙家務會有九分 其實幫忙家務本來是非常好的 但是這也代表說 你去對方家 你幫忙家務 你就建立一個形象 你要賢俗的形象 就真的你以後就要變賢俗的形象 因為他們當時 就是這個形象 所以你以後要轉變這個形象 有些時候就會變得困難 因為他已經對你既定的印象 就是你又賢俗又勤快 然後做事又做得這麼樣的努力 所以要維持這樣的形象 有些時候我會覺得 如果真的是沒有辦法維持的話 當然一開始可以不要建立 這麼努力的形象 但是我有時候會覺得 有些人他其實是 想要幫這個家庭多做一點事 來代表自己是有用的 或者是說 我是想為你們付出的 但我還是會提醒大家 不要太委屈 因為像剛剛玉琳說的那個故事 如果是真的的話 那就是真的 那就是他太委屈了 他把自己的那個需求 放得很低的時候 那這種很容易變成 一個便利貼的媳婦 就是當別人有需要的時候 立刻想到你 就像那便利貼上 寫上一大堆 對你的任務 對你的要求 可是當你做完這些任務的時候 這個便利貼就會被撕掉 就丟到垃圾桶 所以反而你在家裡都感覺 他們沒有很重視你的感覺 可是有任務的時候 第一個就想到你 所以其實還滿多媳婦 會在這樣的狀況下 久而久之 心裡真的會越來越不平衡 OK 好 第三個是什麼 沒結婚就到地方家過年月 這也不行 以前很嚴重 你還沒嫁過門 那你自己家裡的爸媽呢 可能中南部的 對不對 有些 會不會覺得不孝順 南方的家長會覺得 會怪 對 其實真的要注意 因為像我朋友的女友 他們其實交往沒三個月 然後就遇到第一個就是過年 然後那時候他媽媽 就隨口問他女友說 那你要不要來我們家過年 然後他女友就想說好 然後他就當天的除夕夜 就真的到他家過年 然後那時候 就是他媽媽也是覺得 一開始還覺得 很歡迎這個客人來 結果沒想到那女生一住 都住了超多天 都是從那種除夕夜 住到出山 就一直都搭在他家 然後他媽媽就開始覺得很奇怪 他就問他 就問我朋友就說 那你女朋友是不是沒家人 她是不是不愛家庭 幹嘛一直每天都搭在我們家 她是不是沒有家庭觀念 然後後來就因為這樣子 他媽媽就開始對她有成見 然後後來第二年的過年 就沒有再看到這個女生了 但是我覺得如果男生到女方家 那個過年夜的話會更嚴重 因為我一個 男生到女生家 對 因為我一個朋友的媽媽是單親 然後她跟她妹妹 就是母女三個人一起生活 那家裡面有一個男生的時候 她男朋友就是剛交往的那一兩年 連續兩年男朋友都到女方家 那個過年夜 因為男朋友當時的心態是覺得說 女方家就是媽媽單親 帶了兩個女兒 覺得好像有個男人去可以熱鬧 所以這個單親媽媽就覺得說 這個男生真的不錯 能夠再過年 男的不陪爸爸媽媽 能夠來陪女方家 她覺得是賺到一個兒子了 後來就結婚了 但大家都知道結婚之後 女兒只有出二回娘家才能回去 這麼硬 對 所以結婚的前幾年 女的就覺得說 我還沒嫁給你的時候 你不是都可以來我們家過 為什麼結了婚之後你不來 那男的就覺得說 我那時候是你男朋友 我的父母可能覺得沒什麼 可是現在你已經嫁到我們家了 你當就是要在男方家過年 而且出二回娘家 這是天經地義的事 所以女方媽媽就很不諒解 她就覺得說 如果說你一開始 你就沒有辦法來的話 你不要讓我覺得好像 我賺到一個兒子 而且她一直認為說 男方的家長可能也無所謂 就一結完婚之後 而且她結完婚後 更誇張的是她規定 男方的爸爸媽規定 女兒出二才能回娘家 很傳統的 她那個媳婦 對 除夕跟初一都不能回去 其實我們家也是 我結婚25年 假期隨機 我爸媽也不准我回去 只能初二才能回去 爸媽規定 也不叫規定 就是爸媽覺得 那你一定要回去會怎樣 他會拿水潑你嗎 滾水 趕不走 沒有 這代表就是 你尊重男方家庭 尤其男方父母健在的時候 對 而且有一些習俗會覺得說 好像除夕初一就回娘家 對娘家好像也不好 而且她那個更誇張 她出二才讓她回娘家就算了 還要在天黑以前 要回到老公家 你不是客家 客家 對 天黑以前要回到夫家 為什麼要天黑以前 因為就是 就是一個傳統 你笨 她覺得回娘家 就是要到天黑以前 那如果有人喊她名字 她可以回頭嗎 不行 不行 紅衣小女孩 對 都吃中午 一般都吃中午 那算中午待到大概三四點 就差不多要回老公家了 所以對那個女方媽媽 她就覺得 她就覺得說 為什麼當初在交往的時候 你能夠連續兩年都來陪我們 然後結婚之後 你不但不給我女兒回來 你還要規定她出二才能回來 這都是剛剛崔芬老師說的 遞減效應 一開始 不能做的事就不能做 對不對 我覺得女生沒有結婚 我們還是不要提早到男生家去過年 因為反正你未來都要去過年 你為什麼不多陪陪媽媽 而且很容易遭閒言閒語 我表哥那時候交往了一個女朋友 他們就才交往沒多久 就過年了 然後過年的時候 那個女生就在我們家過年 然後我們就是 我們大家族很多人 然後大家就開始七嘴八舌 就背後就開始議論說 交往才幾個月 這個女生怎麼就在我們這邊 吃團圓飯 為什麼不回家 長輩就說他說 因為這個女生 他們家裡她媽媽是繼母 就不知道她親生媽媽是離婚還是過世 就說她現在的媽媽是繼母 所以應該是家裡沒溫暖 所以就想說到我們這邊來尋求溫暖 大家就有一種就是同情心 就覺得好 那你就來溫暖 我們就給你溫暖 然後就吃完團圓飯 像我們其實都是 大家要在家裡守歲 所以就算我們吃完團圓飯 我們也不會離開家裡 我們就會陪爺爺爺爺爺外公外婆他們 就守歲 然後結果那天吃完之後 這個女生就一直拉著我表哥 就說 在家裡好無聊 你們家很多人 我也不知道要跟誰聊天 好無聊 那我們出去逛逛好了 看外面有什麼我們出去走一走 然後她就把我表哥拉出去了 她不走還好 一走全家人開始非常生氣 然後那些長輩就說 你看難怪吧沒規矩 就是繼母教的沒有家教 過年都跑來別人家 然後沒有人教 過年還跑出去玩 不陪長輩 所以講得就很難聽 這個過年的時候 特別是除夕 你會回嘉義 對啊 我就帶著我老婆 在嘉義帶到除夕 初一 然後初二我就變成北上 去娘家了 所以這樣行程安排得剛剛好 對啊 然後初三以後就是我們自己 朋友的聚會 對 朋友的聚會 然後初六呢 如果還有假期的話 那就可以出國去玩 不要跟人家趕那種什麼 初二 初三 初四 初五那種 那種人幾人的狀況 今年你有女兒 你也帶回嘉義 對 我變成 可能得要除夕前一天 早一點 對 早一點 然後除夕 然後初一先 可能會提早 變成初一 就先回娘家了 因為有安排 初二要出國的行程 所以我 我並沒有一定要十手出位 你去哪裡 小朋友帶去嗎 帶去啊 去哪裡 去泰國 你知道嗎 泰國 泰國 我為什麼要講英文啊 黑家年夜超熱鬧 黑奶黑菇全嚇傻 什麼樣的人 會到人家家裡面去過出戲 通常背後都會有一段故事 一段故事 那就是比方說他是菇兒 我家就是這樣 對 我過年的時候 我一些朋友 我物以類聚 很多朋友都單親 反進家裡不好 然後爸媽可能很早就過世 都來我家去 一桌是朋友桌 然後一桌是姑姑啊 阿姨啊 奶奶啊 他們也會議論分分 敬州的朋友怎麼都這樣